烏统的改选结果大局已定 焦点战场副主席之争 确定是由彭亨州务大臣 纳多斯里旺罗斯迪 原任副主席纳多斯里卡丽诺丁 以及弟弟旺沙区国会议员 纳多斯里佐哈里当选 那选前呼声较高的原任最高理事 纳多斯里阿沙利纳 则排在第四位隐恨落马 最高理事方面 25个职位高票领跑的都是部长级人马 巫统区部和中央改选结果 尘埃落定 党选委员会主席丹斯里佐里尔 下午召开记者会指出 全国191个区部当中 只有187个区部参与投票程序 但截至今天中午 还有四个区部尚未提交票选结果 berpendapat bahwa empat keputusan daripada bahagian ini tidak akan mengubahkan kedudukan keputusan yang telah tercapai bagi jawatan-jawatan utama 尽管如此 备受瞩目的副主席之争大局已定 由彭亨州屋大臣望罗斯迪 原任副主席卡丽诺丁 以及滴滴旺沙区国会议员佐哈里 高票当选 至于选前呼声较高的原任最高理事 拿督斯里阿沙利纳 则排在第四位 引恨落马 竞争同样激烈的最高理事方面 95人进逐25个职位 得票最高的是 内政部副部长拿督斯里三苏阿努亚 外交部长拿督斯里赞比里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拿督斯里东姑扎鲁 和副财长拿督斯里阿莫马斯兰 并列第三位 各州区部方面 尽管有不少区部主席不战而胜 但也有新面孔 有54颜色的颜色 在第二个职位 以首席不战 这也能证为 变化了变化 改变政局内容 当我们有选择 第四位 这份颜色 是29% 由于数席不战 另外 昨晚以97张多数票 打败对手的巫统总秘书 纳杜斯利·阿末马斯兰 亲手终结柔佛州联委会前主席 纳杜斯利·哈斯尼22年的不败神话 拿下笨针区步主席的职位 阿末马斯兰鼓励所有在改选中 落败的领袖不要灰心 因为还有机会当选党职位 至于胜选者也要不交不造 全心全意为党贡献 请不吝点赞订阅